中央速读局前天晚上突击夜间场所对超过200人进行检查 这是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扫度行动 当局也首次在夜间娱乐场所的扫度行动当中采用新唾液检测仪 这款检测仪今年已在关卡和路障拦检时使用 可在短短几分钟内获得检测结果 去年10月冠病限制放宽后 本地夜间场所逐步恢复生机 夜晚吸引大批民众接种而至 夜间娱乐活动增加 有便衣警察就融入数百名顾客之中 在旁监督是否有人涉嫌贩卖或吸食非法毒品 随着执法行动的加强 新唾液检测仪也派上用场 测试者只需把检测仪放入口腔 触碰舌头和双颊内侧获取唾液样本并进行检测 约10分钟后就能显示测试者是否服用了受管制毒品 速读员也携带这款电子设备 只要将检测仪插入就能打印测试结果 方便速读员快速记录 如果测试结果呈阳 测试者将需要接受尿液检测以确认结果 突击行动中执法人员也会针对其他罪行进行调查 测试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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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测试者